241、21世紀經濟報導 機構鎮後調研從舊股票池清來醫藥軍工環保新能源 2015年7月22日財經15 羅遠鄉本部記者羅遠鄉深圳報導經歷1,500點的巨大回撤後 上證指數在9個交易日反彈510點,首次在收盤暫上4,000點 不過,超跌反彈的保障行程或許正迫近尾聲 機構預判,分化將市下半年市場的主旋率 只有精心挑選個股,精細投資才能繼續獲得超額收益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了解到 過去一個月,公務、保險、勸商和私募等各方機構旗下的投研人員軍密集外出調研 以挖掘出真正具有成長潛力、長期看好的投資標的 記者梳理機構調研數據發現 6月15日至7月20日 各類機構密集調研的標的主要分佈在醫藥、軍工、環保和新能源等幾個主線 其中,有四個股在一個月的調研次數達到5、6家 前往調研的機構數量超過40家 紮堆醫藥股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索利Winter 數據發現 醫藥製造業是機構紮堆調研的一大行業 其中,醫療保健設備的三諾生物30,298 SZ和保健護理設施的愛爾眼科30,015 SZ 受到各類機構的高度關注 7月13日,三諾生物接待13家機構的調研 包括景林資管、宅希投資、松陽投資、高藝資產、 域秀資本等5家大派私務基金 前海人秀、安邦保險2家保險機構 廣發基金、興業全球、中海基金、海通資管等多家公務和勸商機構 其中,他們關注的重點是移動醫療和生產品的研發情況 QFII機構同樣偏外三諾生物 7月9日,來自麥格里政權、韓國麥瑞斯資產、 白搭資產等機構的9位投研人員前往調研 他們詢問公司在零售市場的銷售模式和規模 進入醫院市場的優勢和壁壘、愛爾瑞斯眼科也可受機構調研清來 調研數據顯示 6月17日和7月14日 分別有17家和8家機構前往愛爾眼科調研 值得一提的事、景林資產、松陽投資、高藝資產、 域秀資本4家私務機構參與了此次調研 瞭解愛爾眼科在眼科器械、藥品和眼科設備生產企業方面的 產業鏈整合進展 半年報預告證利潤增長35%至45%的原因 此外,定位於互聯網醫療的萬達信息30168 SZ也時公務和私務重點研究的品種 6月23日,19家機構的23位投研人士參與調研 涵蓋了華夏、惠天賦、富國、上頭摩根、 交銀絲羅德、中歐基金、華寶興業、 新萬寧信等14家公務、環有澤希投資、 上瓦投資、東方投資等9家私務 蜂擁軍工股除了醫藥股之外, 軍工股也是調研機構的重點關注領域, 公開數據顯示,7月16日至7月20日 軍工指數三天累計上漲20% 其中,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 旗下的個股中航光電 中航動力士本輪反彈中的急先鋒 WIND統計 過去一個月,中航光電002-179-SZ 中航飛機000-768-SZ 航新科技30424-SZ 結財科技002-544-SZ等多隻軍工股在7月以來頻繁接代機構調研 數據顯示,7月9日和16日,分別有4家和16家機構調研中航光電 其中,參與16日調研的有券箱、保險、公事、私募等各類機構 如民森、松茸、星蛇等資產規模較大的私募均在其中 機構主要詢問,公司何時推出股權激勵以及發展規劃 記者注意到,7月7日晚間 中航光電發布業績預告修正公告 預計2015年上半年實現證利潤2.27億至2.67億元 同比增長70%至100% 跟中航光電類似 國防板塊的上市公司近期普遍有機構前往調研 他們最關注的是上市公司集團外的資產證券化安排和股權激勵等 例如,6月26日和7月10日分別有21家和5家機構調研中航飛機 調研的重點包括公司非公司發行的進展、公司產品以及維護股價的措施 同樣,7月8日,國防軍公版塊中的震心科技30101SZ 也有19家機構的24位投研參與調研 機構重點詢問 公司在股權激勵方面的計劃、北斗產業的發展趨勢和互聯網業務的發展情況等 此外,7月2日和16日,人保資產管理、博士基金、長城基金等 9家機構調研激賽科技、機構關注的重點 是中國電科通訊事業部的定位 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中電科的經營情況 此外,軍公版塊的航新科技、凱特高新002、023SZ 也有6家和1家機構關注 其中,航新科技是今年4月14日上市的似新股 廣發證券000776SZ 銀行證券和方證券601901SZ 三家券商以及華商和諾券兩家基金參與了這次調研 密集探訪新能源和環保材料軍公和醫藥外 新能源和環保液事機構調研時的一條主線 其中,環保行業的三聚環保30萬072SZ 東江環保002、672SZ 清新環境002、573SZ 包安水母30萬0262SZ 中電環保30萬0172SZ和永清環保30萬0187SZ 均出現機構調研的身影 例如,三聚環保和東江環保接待機構調研次數達到兩三次 6月26日QFII 納威銀行 私募大佬和亞偉的千合資本 新華基金、融通基金、景順長城、 太康資產等公務和保險等16家機構調研三聚環保 7月14日 中信證券60萬030SZ 博士基金、二方達等10家機構調研東江環保 關注業務佈局、定爭情況等 新能源產業鏈的上市公司同樣是機構密集探訪的範圍 記者蘇里曼德數據發現 贏合科技30457SZ 先度股份30450SZ 當星科技3073SZ 中泳電子30327SZ 正海池財30224SZ 多佛多002、407SZ等多隻新能源鏈的出現機構調研新營 其中 向理電池行業轉型的贏合科技師機構密集調研的鏈 過去一個月 五批機構前往公司調研 合計參與調研的機構數量的達到47家 機構關注的焦點是公司產品在自動化和智能化方面的發展情況 先度股份在一個月內亦接待了五批機構調研 合計調研機構數量有49家 機構調研中最關心的是公司自動化率的情況 對此 公司表示 目前理電生產廠商特別是高端理電生產廠商的自動化率不到50% 全自動化率的空間較大 過去一個月 中泳電子同樣營來六批機構調研 調研機構數量為14家 記者注意到 折商基金、中海基金、保營基金、 匯豐環球資管和千合資本是參與調研的買方機構 他們關注的是理電磁芯片的應用 密聯網的技術、智能電表的投入等 編輯、無彥令、由商務uil.com 在堆錄電磁芯片的報道 flood、速溫和千並、約了粉絲、 藥金平、百元、百元、百元、三、百元、三、百元、